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拒绝努力外交 外交部拽购 外交部 谁给人帮 放给赛武 放给赛武 这位刘珊珊处长对待一共的状况 其实跟台湾很多雇主对待一共的状况 差不多 没有放假 扣护照 甚至装监视器 不给付薪资 这个劳动力的剥削 在台湾不被台湾的政府看见 我们非常生气 台湾的主权怎么可以建立在践踏人权之上呢 而我们在各地协助外劳的时候 我们也发现 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劳工局 习惯于雇主勾结 把这样子的案子 大事化小小事化无 久而久之 似乎就让我们的民众觉得 外劳他不是人 他不应该享有跟我们一样的人权 结果你们看 今天我们把脸丢到国外去了 丢脸 丢脸 不但把脸丢到国外去 我们还理直气壮的说 美国人你们侵踏了我台湾的主权 你侵踏了我台湾的国格 各位 这像话吗 我们要严重的指责 外交部 你世界都没有 只有本家才而已 世界都没有 本家才有 一公没人权 一公没人权 全民没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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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有尊严的 站在维护人权的立场上 站在国际社会上 所以来到外交部 我们要严正的抗议 这样子的外交 践踏移工人权的外交 绝对没办法在国际上 建立台湾的主权 我觉得政府的主权是很奇怪 之前我们有一个市民 去让他押去 美国政府 为了要改革这些事情 他就把那些市民放下去 美国政府把你的人员保 是你没有跳出来 划你的租款 你的外交官 在外面 欺负白人的国民 你跳出来 划这个租款 这是什么 这是一个 很不均小的政府 你知道吗 没去追求 在美国的赛林环 在保护自己国内的 台白人的这种 恶人 我是觉得这个政府的市会 是很臭乱 马政府他不断的对外宣誓 他是一个尊重人权 他是一个捍卫人权的国家 甚至他出版了一个国家人权报告 但是从我们民间的角度来看 光是刘三三事件 这个事件本身 就一次违反了多项的人权 包括他违反了劳动权 他限制人身自由 那我们认为呢 其实台湾已经通过了 这两个国际的全公约 其实呢 我们两个公约 也正式的成为我们的国内法 国内法也就是表示说 这是国内我们正式施行的一个法令 那可是没想到 我们的国内施行法 其实有规定说 所有的公务人员 你都应该要去保障 所有的人的人权 不管是本国人或外国人 你其实已经公然的违反 你所签订的这些国际的公约 那当然 你既然违反了这些国际的公约 联合国的这些调查员 他当然是可以直接 不管你的这些主权 不管你的所谓的 有没有外交部在讲的所谓这些主权的问题 他可以直接来进行精致的调查 所以 请我们的政府要搞清楚 不要以为说这个是一个主权问题 不要再模糊焦点 这是一个很根本的一个人权问题 你要谈捍卫主权之前 请你先捍卫所有人的人权 谢谢